总价110万就可以买入一个灵狐的碟屏小别墅 房子还是70年的 在整个城南高新区和天赋新区 如果你考虑养老或者抗养产品的 不一定要选择都江宴和丛州大义这些远的地方 在城南也有非常舒服的小院子 这个地方就是成都的黑龙滩 整个小区的环境打造的是相当的漂亮 并且房子是灵狐而居的 110万的价格就可以买入一个养老的小院子 我们去看一下房子长什么样子 这里就是房子的入户这一层 旁边有一个电梯 这个电梯是通往上的 这边就是下跌的客厅 几个客厅自然不是特别大 40多坪到50个平方的空间还是有的 并且房子外面就带有一个私家的小花园 这个花园也有40多接近50个平方的大小在外面 整体的空间感是非常舒适的 那进来之后呢 这边是做了一个小餐厅在这里 比较清凑一点 里面就是厨房 这次是家里面的中餐的厨房 厨房隔壁是一个工区卫生间 这边还做了一个一楼的长辈房 长辈房带有全落地的推拉窗 可以直接连接到花园里面 二楼上来一走一右是做了两间套 背后这间是一间主卧 主卧带有独立的衣帽间和卫生间 这边呢就是主卧的卧室区域 后面这一侧就是做衣帽间的地方 整体的采光和通通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楼梯上来正对的这一间 是一间小卧室 但是同样的是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的 这个房间适合小朋友去基础 大碟的产权是130多平 但是实则下来依然有200多 260个平方 它大部分的面积都做到了地下 整个地下这一层的挑空有5米多 楼上这一层是做了一个夹层 这一层简直就是小朋友最喜爱的地方 整个地上是改造成了一个小朋友的玩乐天地 那这个房子的它的空间功能性是比较好的 就是卧室会相对少一些 整个地下室的平面的单层的面积有60多平 往这一侧就是地下室出去的地下车库的外面 那这样一套总价110多万的带院子的下跌产品盐了吗 小住别墅很简单 认准别墅推荐官